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才气并存 专注自己认真演好每一个角色 但是我要真觉得这事要是过不去或者我就觉得不对或者怎么样呢 我就必须得说出来 就是你在现场能够感受到多少 然后把你感受到的东西然后再表达出来 我觉得这个东西掺不了假的 好友惊喜而来 猜人环节乐不停 方天啊 你出来吧 你打我吧 我真想不起来 这门那会儿还出不来 给抢 你看谁来了 本期大来宾 严丹辰 这里是福建议市大型感恩互动谈话节目 你看谁来了的节目现场 有请王芳 王维聂 今天之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天津卫视大型感恩互动谈话节目 你看谁来了的演播现场 欢迎大家 欢迎 也欢迎大家登陆优酷视频 腾讯视频 搜狐视频 收看我们的完整节目 今天呢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这一位 我真是看他很久了 其实他还挺小的时候 就挺年轻的时候我们就认识他 当然现在也不老 现在也还很小 也是年轻演员 但是呢 这么多年看他走过来一直稳稳当当 要演技有演技 要人品有人品 踏踏实实是他的标志 是的 让我们通过一段短片来认识今天的大来宾 在演员层出不穷的这个时代 有一批默默专注自己 坚持好的作品 可以感动人心的演员 颜单纯 藏在角色背后的演员 清冷的面容 温暖的内心 专注演好戏 坚持自己的方向 赵姐说 就学两个字够了 杀子 这一个就是读书的读 另一个啊 这是咱耕地的耕 姐 你可真是个有学问的人啊 你把天鹏元帅怎么了 那个猪头 你就那么放在心上 天鹏元帅虽然长了个猪的身子 但他却有颗人心 你又想让我留在公司给你当帮手 又想让我成为你的妻子 我觉得是挺难选的 不过 如果你要问我的选择的话 我爱你 我想跟你在一起 今日做客你看谁来了 会带来怎样的艺术之路 三扇大门内 与他又有着怎样的故事 掌声有请 颜单纯 有请大来宾 我爱你 我爱你 哎呀 这个 这怎么 这怎么 直问这边 直问这边 这咋来就来吧 还带东西来 带东西来 是是 哥 这不是给你的 不是给我的 姐 这玩意儿跟你有关 真的呀 对 我看看 这是什么好东西 天哪 你先拿着这个 这是我的书 你先拿着这个 我的妈呀 我的妈呀 我干脆一切全拿出来了 我的天哪 这是你买的书啊 我跟你说 都买不着 费老大劲了 你赶紧给我签上别的 我的天哪 我的天哪 你知道吗 你现在在那些宝妈的那个心目中 你绝对偶像 真的呀 我也是有了宝宝之后 跟他们聊几天了 然后说你今天跟谁录节目 我说我要跟那个王文念老师 他说赶紧的去 我的天哪 说一定要帮我们要到签名 这些宝妈一会儿啊 我一定给一大套 一人给一套 一人给一套 我这 这不是你一个人的 我的天哪 我自己我还得藏着呢 他们有没有问题 有个叫念叨念叨的书 念叨念叨 念叨方姐 所以我说我今天过来呀 真的是可幸福了你知道吗 天哪 这个也就是说 你没娃的时候 其实没感觉是不是 没感觉真的 来帮那个丹臣老师拿一下啊 哎呀我太幸福了 我真的是 我给送下去 还有笔 对对对给 哎呀我的姐妹们啊 我任务完成了 哎呀 好开心 哎呀 这个当妈多长时间了 嗯 现在我的宝宝是15个月 15个月 就是 快半快一岁半了 我没见到你最那个就是快生的时候 那他们说也还挺胖乎的是吗 挺胖的 140多斤 妈呀 因为我之前胖了40多斤 那你这属于是有点长多了吧 人家一般不是都长二多吗 就可能刚开始的时候没控制好 没管住嘴 就觉得哎呀我都怀孕了 我就可以想吃啥吃啥了 然后就可可每天都可幸福了 一会儿说哎呀这个这个这个都来 嗯 然后往后走就被那个 有点爱谁谁的意思 对 然后医生就说说 呃 长太快了 长太快了 说那个有那个血糖会高嘛 到时候可能会对宝宝不好 然后那个时候就开始 哦 那我得注意了 然后就开始在孕期 进行了一些运动啊什么的 就慢慢控制下来 你其实这要孩子也算不早了呀 当然不早了 对吧 已经很晚了 是啊 因为在我的心中他老下20多岁 就我因为认识他太早了 就认识那个时候 尤其王导老师 王导老师说 哎呀单辰当年拍一个什么戏 是悲戏 对对 悲戏爸爸上学 对那个时候 应该才十几岁吧 对对对 98年了 那正好是单辰还没毕业呢 在学校 97年 对 是你第一部戏吗 对对对 其实单辰 就跟王导老师 是王导老师的学生是吧 对对对 其实单辰的出现 证明了我的预言 我当时就说 我说这姑娘一定得火 而且得三十八九岁再生孩子 果然让我说着了 真的呀 我预言的 就是你没孩子的时候 你有那个就是当妈焦虑症吗 就是哎呀 就特别想要孩子 然后呢过一段就是哎呀 就是要了孩子万一带不好怎么办 有那种焦虑的时候吗 我当时就还没想到这么多 就觉得我能怀上 我就已经很开心了 就只是觉得那个健健康康的 就就挺好 就没真的是没想到 你都怀疑过自己怀不上啊 那我年纪大呀 那就不 这个就是当时怀孕了吧已经 对对对 这是金鸡奖吗 对六七个月 七个月的时候了 天哪 我肚子就不小 但是那个时候好像 我看报道就说嘛 说是第一个这个挺个大孕肚 来金鸡奖的是吧 对 当时其实要当妈妈了 我觉得对于一个演员来说 肯定还是有纠结的 因为你基本上有几年的时间 不能接大戏 对吧 你这几年会不会也推了不少呀 没错 确实是这样的 但是呢 我觉得还好 因为每个人生阶段 她的那个角色不一样 你体验到的也会不一样 那我觉得 其实当妈妈这个过程来说 可能往后走的话 对于我角色的创作 也是很有帮助 当然 哪怕 我家小胖子 哎呦 怎么 这可真够胖的 生出来八斤 天哪 天哪 那太厉害了 这是最近了吧 这是 对应该是上上个月的 对 就是已经会跑了吧满地 会 你跟你先生谁带孩子带的比较多呀 你要说实话的话就是 平常我会赔的多 但是呢 我会 时不时的要出差 有活动什么的 但是我先生是 没有离开过孩子一天 他抱孩子 喂孩子 然后帮他换尿不吃什么的 这些全会 都没问题 都没问题 问题是 那有工作怎么办啊 有工作的话 我觉得 这段时间可以先忍忍 但是今天下半年开始 可能慢慢地就要开始恢复了 就相当于你们俩自己带孩子 不 还有我爸爸妈妈 就是姥姥姥爷 然后爷爷奶奶也会搭把手 我们俩主要商量完之后 就是会觉得 小朋友在最小的时候 要自己带 这段时间你是要跟他 建立这个感情的 就像我们家之前 不养了好多狗 是一样的吗 就是你真的去喂他 你遛他 你跟他腻活在一起 他真的会听你 他会对你产生 这种依赖 是的 所以我就想 那再空一段时间 我肯定要恢复出去拍戏了 对 一走两三个月的时间 可能他就会变得陌生 因为小孩长得很快嘛 你要是再说他再弄 我就会觉得 我好像就没有话语权了 因为你没有陪伴在他身边 所以是尽最大的可能 在这一段时间内 多陪陪他 多培养一下感情 看来这书是看过 是 那今天呢我们来到了我们这个节目 因为其实丹臣以前来过后一次 你的朋友太多了 每个朋友都说 你好朋友谁 严丹臣 那好朋友特别多 而且你的朋友年龄跨度啊 这个职业跨度也很大 所以这次给你找 其实给我们带来的很大的困难 就是你给很多你的好朋友当过嘉宾 嗯 我不能上次你给他当嘉宾 这回再把他叫来 就显得我就是朝中没人 你等会儿 你这是在跟我画范围呢 还是跟我挖坑呢 对 对对对 万一他又把那个以前对吧 又找回来你就误导我 你是给谁当过这个惊喜嘉宾啊 我跟沈南平老师 嗯 然后吴敬安老师 嗯 然后 他来了五六次六七次有 有吗 反正是挺多的 挺多 对朋友多呀 来吧咱猜猜 以至于我一直认为他做过主嘉宾 此时此刻 三组神秘嘉宾 已分别在三个房间中准备就绪 在接下来的问答环节中 大来宾能否一猜几种顺利过关呢 哪个房间先建 那就顺着来 顺着来吧 一号好 一号 来第一个问题 哎呀你是玉树林峰呢 还是修花碧月呀 玉树林峰 还真有人还可以说自己玉树林峰 不是我觉得这不科学 本来我就觉得王老师叫我来 肯定得把我们班那帮大美女的全弄过来 多能见美女 我没想到第一个上来的是玉树林峰 那肯定 你跟我合作过吗 合作过吗 合作过吗 合作过 还有 是电影学院的吗 还 做小范围 做小范围 好像我们这回没往电影学院里面想 又在挖坑是吧 不是你看 我都说了 不是电影学院的 不是电影学院的 是我的 发小吗 师长 还是比我小的那个学弟学妹啊 都不是 还有最后一个了 亲爱的 你这么快就把四个问题用光了啊 啊 你都不知道她是不是演员吧 导演 什么都不知道吧 哦 对啊 你 哎呀 急死我 那 你不知道怎么问了 那 您是演员还是导演 哎呦 你又被我挖坑了 你真是的 那我应该怎么 那没准这个 就您的职业嘛 您的职业啊 听我方姐的 丹臣真是个可爱的孩子 丹臣我是真希望你猜到 但我觉得你猜不到 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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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的 嗯 他跟我合作过 嗯 有我爸 万一我们把猪八戒老师请来呢 猪八戒老师 那也有 有可能 你刚才放他的片段了 那也不一定 那我就猪猪八戒吧 嗯 谢宁 谢宁老师是吧 我刚才见到他了 嗯 你刚才哪儿见到 在那个片子里 我吓我一跳 我说我们这编导 这工作做得太差了 来 1号房间中到底是不是演员谢宁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5 4 3 2 1 请帮我打开 1号房间 你看 谁来了 答错了 熟不熟吧 还先说 我的天哪 我的个天哪 哎呀 身体呢 嗯 久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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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有点久远了 这这演过我老公 谁让我给忘了 哈哈 演员范蕾 与颜丹臣合作演夫妻 并对范蕾的演技提升 帮助很大 今日同台 会勾起哪些回忆 哦 丹臣 你跟这个 小雷同学挺熟的呀 哎呀 太熟了 不熟也不能挺了呀 哈哈哈 你请你来开心了吗 是不是要见美女了呀 我是女神 不光是美女 这个 你当初导演怎么就 找不着人了 还是那段时间 这俩子 你俩隔一块 这是夫妻吗 一是演技好 对 二是角色合适 因为我们当时系里面 有多少有点三角恋的形式 他喜欢另外一个人 把你甩了 那个人 易小天 哦 完了要跟他有个对比 有一个反差嘛 就找一个朴实的憨厚的 对 就人特别老是 最后嫁给了你好像是 是吧 是 然后你还有点不知足 那长帅没用 没争过 对 女神归我了 得了吧 你也没好好珍惜 对 最后你还劈腿了 对 还是这么回事 是 剧情需要 剧情需要 好像有一个 有一场戏 你还在那儿自己给自己自责 还啪给他嘴巴子 是那个戏吗 对 你说这个我真想起来了 这个是我一个人生当中 挺有意义的一个事情 因为刚才你也说了 放弃小品了 其实原来我不是干这个的 没错 最早说相声 后来演 说相声没人听 年轻嘛 十八九岁 你说相声没人听那会儿 那时候 然后演小品 后来改演这个 所以我是个新手 所以他往电影学院猜啊 都是错的 新手呢 就是很多不明白不懂的地方 那场戏 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没场戏 就是扇嘴巴子 扇嘴巴子 记得挺晚的 就忘了吧 我是有点忘了 我记得挺晚了 然后呢 拍得挺累的 也没啥激情了 就我 忏悔戏 自己感觉挺好 演完了 他过来了 女神过来 说你 怎么说都我忘了 大概意思我记着 就是你要是这么演 这么演的话 好像这个戏有点水吧 不是原话 大概是这个意思 就嫌你水了 不是 可能 他觉得可能 是不是情感不够饱满 在那一块顶也不够 就已经发展到这了 你就觉得有点平淡了 可能是 现在很少有人 会过来跟你交流这些 除了导演什么的 演员也不说 得罪这人干啥 其实他说完之后 我当时心里也挺 也不舒服 单纯说了 但是现在回想起来 特别感谢 多少年过去了 很难得 你知道吧 因为拍戏这个东西 我现在 也拍几十年了 也能说点啥 任何一场戏 他不像你们这个 说出去话 来来来 停 重新来 我们这拍完就拍完了 不可能几百人 第二天陪着你再 再再再 那后来你又演了一遍 然后就努力的想折搭 看怎么弄吧 就扇嘴霸了 瞎跪乱七八糟 这玩意就什么弄呗 你知道吗 可能我 我现在回忆起来 可能这是觉得 他不是那种 一开始就坏的 他可能也是 一步步走在那儿 他自己也不好把控 媳妇又挺好的 可能我当时的感觉 是不是就是 你不能就是一下子 就让你坏掉 忘掉你角色原本的那种 以前的那种质朴啊 或者两个人 确实也是相爱过的 那种感觉 嗯 可能我会 我们这一段是吗 来帮我放一下看看 弗洛 弗洛 你让他打 他想恶人心告状 我倒想看看 警察来了之后 他怎么说 让警察来查一查 你到底是什么人 你双小什么花招 来 你不打是吧 我抱歉 行 行啊 你们等着 你们给我等着 老师给你下了个套 是吧 嗯 故意骗你的 嗯 我都忘了 我也有点忘了 不是你这头发 你这太假了 假头套吧 傻呀 本啊 经费有限 我是 真什么的 胡 你闻 我都忘了 你会见到 我跟他想说 你会见到 你还是想找到 你这儿了 你会见到 谁 你还能应付 我 你不想到 你不想到 你 你不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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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春年少 是 而且我跟他合作 我觉得特别舒服 他那个 就是我们俩 前面有很多那种感情戏 由我开始不太接受他 然后到就是 认可这一段感情 然后想很好的走下去 所以我们还有很多床戏 在床上有那种交流 就包括在外面赚了钱 然后塞在包里头 偷偷拿出来 然后两个人在床上数钱 是吧 还类似于像这种 就是他身上有很多的 就是可能之前也是演小品 然后那个说相声 他就是这种幽默的东西 我觉得真的是可遇不可求的 就是这个幽默感 你譬如说王老师跟他 他身上都有 都很可贵 对的 有的时候是像我们演员 想去找都找不到 但人家就自带 然后还设计 然后那个好像 寒冬城有点小鸡 鸡鸡鸡吧 你还稍待把我夸一句 那是什么 没有真的幽默感 我觉得很难得 对 确实是 这些东西掌握不好了 就是在演 也挺难掌握的 但是反正演完之后 他自己就磕巴了 人也不觉得你是磷了 磕巴是剧本 剧本 对 范雷 范雷这几年 他属于离开他那个小品 向上圈子的比较成功的 因为这个其实有时候 很难摆脱 对 现在多火呀 因为过多的 这个给大家留下的印象 其实摆脱很难 包括好几位小品演员 怎么都跳不出来 除去演戏总觉得还在小品里 关键是 你这个一上手 就跟你的女神 然后还演 还有情感戏 你那时候把握的怎么样呀 范雷老师 这还用把握吗 见面自然就产生情感了 一看就招人喜欢 不会还有拥抱戏和吻戏吧 有吗 有吧 这么长 你肯定有 有 没啥吻戏吧 有一场我记下来了 还有这戏 还特意设计的 我说你可以亲吻一下 她说不行 结果拍的时候亲吻一下 哎呦我的天呐 是是是 因为这个东西就是不给她预知 然后她就那种反应 而且当时 这看她记忍了 记忍了你看 因为我当时我也觉得就是 如果你是想好了要去亲她 或者怎么样 前面多少会有一些那个 但是我俩的感情可能当时还没到那种 真的上来就想亲她或者怎么样 但是聊着之后 就是哪一段嘛 好像是你关起来了 我去看间了 对 鞋大了 对 鞋大了 然后旁边又有人 所以我就觉得很多演戏的时候 很多即兴的东西 是需要真的情感累积到那了 然后之前她有这个提议 哎 我又觉得特别好 所以就是顺势而为 但是你没告诉她 没告诉她 对 对 对 然后你当时就惊呆了吧 没有的 惊呆就对了嘛 这么多年她没对我这么好 你确定那个礼拜卸妆了吗 我确定 我那时候真把我关起来我都高兴 所以说其实早期演戏的时候 这种对手太重要了 演戏 现在都重要 对 早期也好晚期也好 它就是互相一种刺激 跟咱们一样 你主持人提示我 我回给你 你再给我 我觉得真诚是很关键的 对 就是你在现场能够感受到多少 然后把你感受到的东西 然后再表达出来 对 我觉得这个东西掺不了假的 对吧 也跟她这长相 大家其实都能看 长相也有关系 其实有的人就长得容易角色 啥意思 就是 就是你看她这个脸 她容易是那个角色 在你的印象中 单纯生活中是什么样的呀 所有的演员都是百变的 她生活中也是百变的 有时候不说话 有时候疯下来比谁都疯 你知道吗 我们俩在现场 你还记得吗 拿那个锅子瓢盆咱俩 哦 别跳了 好玩 拿锅子瓢盆俩跳 你知道吗 就是不是在拍戏 就生活里 嗯 这部戏在哪儿拍的 你还记得吗 记得呀 在那个江西上扰 嗯 江西 打那儿之后 就给我留下一个 一个一个特别深的印象 嗯 就是南方人爱吃辣 对 人是四川什么麻辣 嗯 湖南香辣 江西就是不讲理的辣 不讲理 做一个蛋炒饭都得放辣 反正就是辣 很好吃 但是我 你能吃辣哈 嗯 但是范蕾老师在生活中 是不是也特调皮啊 嗯 反正挺可爱的 然后他跟那个四伯 嗯 也是俩人闹得特别开心 嗯 反正那个戏真的挺开心 嗯 好像每个人都处的关系 都特别好 嗯 小天每次见面 我们都很高兴 都很开心 嗯 那这你看你 人缘好 范蕾人缘好 是 我后来还发生一件小事呢 嗯 就是临走之前啊 我那个斯伯带我去个朋友那 他是开一个蛇山的 养了一个宠物蛇 黄金蟒 送给我一条 也就这么长 跟筷子似的 小的 嗯 那是宠物蛇 嗯 能长大吗 能啊 回来之后说放哪啊 我就放我那浴池子里了 就咱住那宾馆浴池 浴港 拍完戏回来没了 我琢磨是不是 那宾馆给我扔了啥的 嗯 我就没当回事 我就走了 嗯 过了三天 那个宾馆的那个董事长 叫欧阳你还记得吗 嗯 给我打电话 翻来 我说干嘛 你小子是不是在浴室养个蛇 我说对啊 没了 生没了 我这住了一个女顾客 正洗澡呢 钻出来了 哎呦 很小很小 不是你大小吧 那是个蛇 哎呀 反正就是以后拍完戏吧 就得注意了 但凡跟范蕾合作的啊 浴室查一查 尤其是刚刚 别养些什么不明生物 太吓人 不是那你找不着 你也不去找啊 我都问了 人家说不知道 我就估计是服鱼儿过程了 人家宾馆肯定不让养 没人知道吧 我会觉得丹臣是脾气比较好的人 反正我感觉啊 我不知道生活中是这样的 我感觉就是在我接触的演员当中 算是比较好的 对啊 就是我们真的是处得很好 没有那种隔禾感 生病姐妹一样的 对 我不觉得就是我在想就是 单身可能在家里 你跟你老公吵过架吗 也吵 少 他相对还是比较随和随性的那种吧 我是分事 但是我要真觉得这事要是过不去 或者我就觉得不对 或者怎么样呢 我就必须得说出来 就可能是这样 有的时候会较真 较真 较真 不代表脾气不好 对 其实我特别羡慕你们做演员的人 我会觉得你们在不知不觉中 经历了很多次的人生 你看现在这部戏 其实后来获奖了吧 我记得 农村那个电视剧的 金牛奖是吧 金牛奖的最佳导演 最佳女主演 最佳女配角 那咋就没有男主演呢 反正我参加很多戏都是没我 我觉得这个还是有运气 对 不一定就是说你拿了奖 你就是真的是特别好 当然了也是很优秀 不拿奖也不代表你不好 对吧 就像我跟王维念老师 我们在主持圈里这么多年了 主持圈里的什么奖我都没拿过 主要是我也没抱过 没拿过是我没拿过 但是 那我就放心了 但是你们口碑好呀 观众都喜欢呀 其实演员 对 拿奖的是幸运 没拿奖 但是观众喜欢你 口碑好 我觉得也是一种认可和鼓励 也很幸福 当然 当然 所有的时候我就会觉得 就是 你要拉长时间去看一个人 比如说 我们刚刚认识范围 觉得挺好的 但十年二十年之后 我发现他还是那么好 就真的是好 挺好 你这样王维念老师快退休了 要不你来咱俩主持节目吧 没事 你没事 没事 只要你能扛得住 你看我再跨世界行不行 来吧 来核张影 核张影 这个儿子 我这回要按你说的套路走 对 你就是自己 我们肯定 那肯定是合作过的 那也不一定 后边这个年纪可大了 你不一定老公会来吗 他肯定不会 后边这个差不多 为什么 我觉得他就不喜欢入节目 是吧 那不一定呢 来 第一个问题 再不喜欢的 都得让我给他整来 我有这个能力 几号房间 二号还是三号 那就二吧 二 善一对给你提醒 年龄比较大 加起来快一百岁了 加起来快一百岁了 他还是来的一堆吗 来吧 那你先问吧 我们是不是合作过 拍戏的时候合作过 咱们拍戏的时候 是不是合作过 是 拍戏的时候 那 玉树临峰 修花碧月 您是玉树临峰 还是碧月修花 修花碧月 就是前就在今天之前的那次合作 对对对对合作 大概是什么时间段 嗯 估计他也在想 他估计 是不是有有有日子没见了 今天之前 昨天 哎呦我的天呐 五个字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五个字的 五个字 五个字我就纠结了呀 五个字 孩子 你们这编导太坏了 那个 那我们合作过几次吗 咱们合作过几次 对 不止一两次 那就是三四次 那应该是挺熟的人啊 方天啊 你出来吧 你打我吧 我真想不起来 哈哈哈哈哈哈 五个字是谁 你要想他有可能是两个人 亲爱的 真是 那不会吧 你们还能 今天以前 昨天跟谁合作了 昨天 昨天 我昨天 我昨天干嘛了 我昨天 我能说 我昨天看话剧了 哦 我昨天看话剧了 谁演的话剧啊 谁演的话剧 很多年轻人 那个戏剧人演的话剧 就是王小梅姐姐 然后齐辉 不是 那是他们俩吗 你说呀 可以两个人吗 可以 你想猜几个猜几个 小梅姐跟齐辉姐 小梅和齐辉是吧 两个碧月羞花的是吧 对对对 让我们事物以待啊 好 二号房间中 是不是小梅和齐辉呢 让我们看一看啊 五 四 三 二 一 请帮我打开二号房间 还有这样的我都生气了 你这栏目组太不当格了 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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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门呢 这 怎么就 这门那会还出不来 好 给抢 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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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小梅姐 演员王丽芸 与颜丹成合作多次 私下联系也很多 范雷返场 三人同台 会带来怎样的故事 这就是刚才的那个 最佳女 不是 最佳女配角 我婆婆 然后在那个戏里面 她也儿子 所以你说 就人都获奖了 五哥哥 你说你再上来干嘛受这刺激 人家最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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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佳不是也得有绿叶吗 我很喜欢她 是吧 哎 丽云姐 你跟那个丹臣演过几部戏啊 我能说上来的两句 两句 对 还有一个是无名为师 对 那个 我们都是过去帮忙的 对 还有吗 还有就是 但是我们还参加好多活动 好多活动上面 熟吗 熟啊 参加了好多活动 然后今年 她还上军播去讲故事去了 对对对 马尔推荐的 然后那个就 我到军播讲故事 这个栏目啊 她她不是栏目 就是一个新的一个一个 活动 就是我去参加了之后 他们就说说你看 能够你介绍些演员 然后呢 我给她真找了几个 不是每个人答应来 但是丹臣马上就答应 马上就答应 有的人就说 你就算了吧 哎呦我一听了 我说这也就完不成任务啊 找我呀 你找我呀 你找我呀 你找我我带钱去 不是 她还得要一些能够 一看就是正能量 一看就是好人 她这啥意思 我没听 看出关系了没有 我说我没听懂 她啥意思 就嫌我长得不像好人 是你们俩 你们俩 一看不像王莲菊 那就是咱俩 咱俩 你别离我那么远 我跟你讲 我刚才你一下去 我就跟王芳说了 我说你想好了 你犯雷来了 我跟你讲 干不了几天 对 观众哪接受得了这么大差距 那形象这次不差 这是当时那个戏里是吧 你生气也没用 媳妇漂亮 妈漂亮 来我们看一下当时的情况啊 来我们看一下当时的情况啊 哎呀 妈 妈 谁 妈 滚 滚出去 妈呀 哎呀哎呀我的天哪 妈 是我 滚滚出去 我 俘路 没磕巴呀 妈妈 我回来 嗯 福禄 真是福禄啊 妈 你眼睛怎么了 看不见了 看不见了 福禄 哈哈 我的儿子 哎呀我笑死你了 妈 我 你都带回来 你都带回来啊 我的儿啊 妈 走 哎呀 哈哈哈哈 哎呀哈哈哈哈 儿子 啊 哎 我带我 哪儿回来 你都看不见 你妈了 啊 哈哈 对不起 我们 早就该回来啊 哈哈 哦 哦 妈 我们带孩子们 回来看您了 快 叫奶奶 快叫 奶奶 这 这么多更运 我 我 我忘了 我 妈 给你擦擦脸啊 这回你放心好了 福禄说了 把您啊接到省城 跟我们住一块儿 我们呀好好孝敬您 哎呦 大情感戏 看着我快哭了都 是 看着我心里也挺难受 嗯 嗯 我一看他妈 理气这么足 还且活着呢 哈哈哈哈 你还记得那一段吗 当然记得了呀 嗯 他俩就没记得了 忘了夫妻的儿子回来了 嗯 为了媳妇跟人跑了 不管妈了 回来眼睛都看不见了 嗯 你看你看 想想都心酸 你看 哎呦我看你俩真的都没变 嗯 要向你学习啊 没有我变了 哎呀我变了 王老师也没什么变化 对啊 而且真的是就是 别看他老眼恶婆婆 生活中可好了 我记得我第一次采访王老师 王老师多大年龄了 56 今年得65了吧 70了 咱们都认识那么多年了吗 可不 70 那会儿60 那会儿还没退休呢 这个戏已经这么多年了 嗯 那刚才一算这可不就10年了吗 嗯 还感觉刚拍完是吧 嗯 那时间不觉得是10年最起码 嗯 嗯 这个戏拍的时候吧 哎那地方非常好啊 特别美 特别美 但是 适合养蛇 啊 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没听着 但是他是那个 就是离物园挺近的 啊对 牛菜花 三青山 三青山 特别漂亮牛菜花 我印象特别深 我们是我们家那儿吧 就是盘山道上去 都能把人做冰了 是家里那景 对 那条道你说起来我想起来了 太吓人了 特别的险 而且旁边就是悬崖 而且没有 悬崖峭壁 万丈悬崖 现在车不都是双向吗 那是单向了 单向 你只能找一个拐角那停一来 让那个车过去 你再过去 我印象 他给我印象特别深 因为每就是每次啊 一出工的时候 我都特别紧张 因为他那个山呢 盘山道就一直窄窄的 而且还老起雾那边 我那司机都不敢开了 后来换了司机 对 然后吧 就是每次一出工 说这边 他那个副导演都喊 这边告诉我啊 他们已经出发了 然后那边就等着 等着接待我们了 就一看啊 到了告诉我 已经演员到了 在这个路上 整个就盘山道 然后那个司机 老接到电话 就那边老催 到哪了啊 什么什么 一次两次 我就特别不高兴 你看你都忘了 你说这个啊 结果有一次啊 他要出发 就前我就说 我就在那嘟囔 我说还得们老大电话问 是问出工到哪了 车到哪了 到哪了 就是到山中间了嘛 你要到山顶了 你不就看见我们到了吗 或者是那边都已经说 我们出发了 那就是在山顶 别老打电话 一打电话 怕司机接电话 就危险了 不安全 可窄了那个路 嗯 然后呢 我就在那督呢 是你在旁边停电了 第二 就第二天要出发的时候 他在那说司机别老 他就说别老给司机打电话 后来哎呀 我说这严丹臣真有心 因为我前一天我就在那 我说真的 这老打电话不好 让司机分神一下掉下去 万丈深渊 真是万丈深渊 特别吓人 不可能掉那底下在那什么 再有生还的可能 嗯 然后路还窄 错不了车 还那么直接啊 然后他就马上在那说 他说他那个 告诉他们那边别老打电话 到了就到了 我一看他重复我那话 呦 这严丹臣多么有心 有利有利 虽然路途比较艰险 但那地方确实是世外桃源 好看是吧 真是美 好漂亮 一上到山顶上 哎呦 我就感觉另个一分天地 嗯 而且我们要去拍摄的地方 还要走很长一节路呢 嗯 然后真的是看到那一片山 然后雾一起来 你就觉得真的跟仙境一样 嗯 我听说咱拍完之后 当地政府就把路修了 然后那地方现在火了 是吗 原来根本没人去 因为那路太险了 哎 太可怕了 嗯 所以我觉得 哎 那咱们剧组拍完 还给当地还 带了点 带了点什么 还挺好的 多好啊 是 严严老师在你的印象中 严丹臣同学是一个什么样的姑娘 严丹臣同学 是一个非常正能量的 非常有想法的一个年轻人 因为我刚开始第一次见到她啊 合作的时候 后来我们就又做节目又干嘛 就很熟了 很熟了 第一次见到她 那么就是 那个时候 比现在要年轻很多了啊 嗯 就女演员嘛啊 女明星都是那种拿着啊 不多说话 不苟言笑那样的啊 我们作为老人 老了吧唧的 一定要知趣 不要多跟人说话 以免引起人家的烦 啊 所以我们就话不多 刚开始我们俩交流真不多 嗯 不多 不跟人家说话 不让人家烦 然后逐渐逐渐 我就感觉 她和那一般的那种女孩子 女明星不一样的 嗯 嗯 我印象特别深就是 我们拍戏没有一起回来啊 我们去领奖那次 嗯 在河南 河南 对对对 河南 然后呢去领奖 到河南领奖 是回来 我们是坐一个车回来的 嗯 然后呢 高铁是吧 坐高铁 坐一个车回来的 然后我没带助理 也没要车 嗯 然后就一耳 领个大箱子 背个大包 然后她就 你看老艺术家都这样 她就问我 说的那个老娘你 有人接你吗 我说没有 嗯 有车吗 没有 一看我也一个人 这一路一个人 然后她说的 好那你跟我走吧 嗯 然后就 你这个记得吗 嗯 对我把你送送回去了 一直送到我家楼下 然后她的助理给她 拉着箱子哈 她给我拉着箱子 嗯 我说别去 那应该 那应该 嗯 不不不我 一定要她 她拉着我的箱子 然后呢 助理给她拉着箱子 然后坐她那个车 回来先送我 给我送到我家楼下 给我印象特别好 因为什么呢 我就是 我竟是帮别人拿箱子 原来帮老同志啊 我们那个时候 那个年代 这很正常 我们俩还有照片呢 我都没有 对对对 太美了 回头我找出来给您 还真的我真没这照片 我走了啊 这是我拿着奖杯 别走 别走 这也太刺激了 我把你踢上去 我把你踢上去 对 然后吧 她作为一个女演员 女明星女主角 我还挺能 劲儿挺大 能考虑 我真的当时没有想到 我都有点 这怎么可能呢 怎么 不行 我给你拉着 她就一直给我 拉着我那箱子 嗯 然后这个我很感动的 回家写了一篇日记 真的呀 真的真的呀 所以其实丹臣 确实是这样的人 你看 在她成长的过程中 无论是合作谁啊什么的 她都为她点赞 就觉得这孩子 比较干净 比较单纯 我也特别喜欢她 真的是 你不能因为她 干净单纯 你们就这么折磨她 我们这节目有史以来 第一次这么个玩法 人走了又回来了 是啊 我就觉得五个字了 对呀 我不认识了 天空飘着五个字 那都不是声 不见识 不见识 谁都猜不出来 关键门一开 王老师 你出去 夹上门后边了 对啊 王老师 我说你 我说你藏着后门 千万别漏 我一出来 她肯定说她怎么又来了 我说我一迎接你 你再出来 我一回头 怎么回头 怎么后面 那门出不来 幸亏这门后边还是留点矿量 你说这门都是机械的 直接给加墙上 你说 我觉得你们这个 下一回别人再来猜 那更猜不着了 主要就让你猜不着 你以为呢 来吧咱喝张油 完成 来三号房间 第一个问题 看你现在碧月修花呀 还是玉树林峰 对 还是碧月修花跟那个玉树林峰 玉树林峰 玉树 我怎么印象是花呢 我们是什么时候合作的 挺长时间了 哎呀妈呀 那我们是拍戏认识的吗 不是拍戏认识的 您是干哪行的 跨界高手 跨界高手 妈呀 这么自信 都跨上玉树 比王老师都自信 王老师一会儿 他出来你灭他 要看是谁 灭着洞 跨界高手 就能做很多 就男的 还不是干这行的 跨界的 猜哥只说那是玉树林峰 玉树林峰 我都提醒你了 博玉的树 玉树林峰提醒我什么呀 就玉树林峰 也不一定都是男的呀 所以啊 我就说吧 你就直接问你 算了还有一个问题 你说吧 我们 最后一次见面 是什么时候 你跟 你跟范雷是一伙的吗 没什么 一开门范雷又出来了 又来一个气 那我真猜不出来 玉树林峰 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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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界的 跨界的 李梅 确认吗 李梅是 那个 演员 不是不是不是演员 他跨界的 他比较符合这个 是那个设计师 跟你熟吗 跟我熟啊 我很多礼服什么的 都是他那个设计的 注意要喷啊 确认是李梅吗 这 难道不是吗 好 那么三号房间中 到底是不是 设计师李梅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五 四 三 二 一 请帮我打开三号房间 天哪 你看 谁来了 答对了 答对了 我帮你 我帮你 来 我帮你 服装设计师李梅 与颜丹辰合作多年 生活中也是好朋友 今日同台 会带来怎样的故事 你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亲爱的李小姐 李小姐姐是李先生 那个那个 玉树林峰的 我们真的是十好几年就认识了 对 然后那个那个 那个时候我就一直在 想找适合我的那个品牌 然后呢 我们俩就合作了 他人特别好 然后确实是玉树林峰 很爽快 人特别好 然后真的是 好多朋友会问我说 你的那些衣服都是 从哪儿那个弄来的 我说我的那个设计师 关圈了 对对对 关圈了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天哪 你还记得都留着吗 这个是那个 我在福州编剧节上面 应该是穿的是这个 我跟那个江平老师 江平哥一会主持 主持的时候穿这个 对对对穿的这个 好漂亮 来我们看下一个 然后这一件呢 是特别选的 因为当时是 好像是我们 并定制的 对对 那个飞仪 然后宣传人 这个太好看了 他就 对 他就像这样 天哪 里边这件好看 我觉得特别适合他 对 哎呀好看 然后也有中国元素 但是呢又很 就是像这种 这应该算立体的这种 对对对对 所以就是说我觉得很很符合那个活动 那个代言人的身份 太好看了 来来来 看这一件 哇这一件是 这个也是咱天津卫视的那个栏目 我第一回说相声 啊 曲音会 曲音会 曲音会的 好看 你都留着呢 对 珍藏 这个 这个好看 这个这个 这就是电影节了 这就是那个怀孕的吗 对 然后他再逗了说 这就这个了 多大肚子 你都怀孕穿成这个样子 对 多好看啊 这个我现在都穿不进去 这个 这个很有弹性吧 上面开叉有点大 他特意选的这个面料 他说你多大肚子都能穿进去 对 而且呢 因为那时候胳膊 就这个 对对对 胳膊还有点粗嘛 然后诶 小心思 然后把它挡住了 对 就这样 好看好看 我的天哪 来再拿一件好好吃 这个也是 穿过好几次活动 然后是那个 有一年的那个 元旦晚会是大湾区的 然后我跟那个 摄氏曼 然后那个 王晋老师 然后我们一起 那个朗诵的时候穿的 然后后来就是去年的 荆棘百花的提名奖 我当主持人 也穿的是这个 对 好看 这大湾区那件 对 这是结婚的吗 这个 这个不是 这是我那个 这是真正意义上出来复工 然后那个 主持那个节目 跟那个侯金剑 我们一块 教育台的一台晚会 你还有这样的呢 对 特别酷 这个是 那个比较少有的一个风格 然后呢 当时没想着是选这个 他就说特别好 你到时候换个风格 对 然后拿过去 后来 哎 于是还真挺帅的那种 对 对 那我也可以自信满满的说 我 玉树林放 玉树林放 你这个 穿完之后这衣服是 设计师就带回家了 还是你自己留着呢 我没地儿放啊 就放他那儿了 对 是的 这个是 这个是 好看 好像是 应该是荆棘百花吧 然后在那个 武汉的时候 在那个船上 然后 还拍了一组照片 也是比较练雅的 鲜鲜的 对 天哪 主打就是练雅 天哪 这么多的照片 对 是的 是的 所以 他是让我一直 美下去的人 一直美下去的人 您得特别了解他 是的 是的 你才能把这衣服 每一个都放在这个 他一方面是了解 这个东西啊 他也得有这个条件 那叫个儿啊啥的 对 你说要是都是像 就像我这样就 都是像你这样 还问题不大 从来也没有人 给他做衣服 就 知道了王老师 做也 做也穿不起来 就这些衣服 穿在他身上 底下就得解 定制 好嘞 没问题毛老师 这个是 王导老师我那这个好看 这是我抱宝宝拍照的时候 那是摆天吗 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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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穿的这一身 然后特意跟我先生 也做了一个 那个情侣元素的 CP 哎 你抱抱亮 你觉得老公对他怎么样 那老公反正就特别好 但是我却有点酸 可以啥呀 哎 那个姐夫演了很多那种形象 都是我特别喜欢那种 特别慢的那种硬汉的感觉 你不会是先喜欢人家的吧 对对时间啊 然后呢 对他特别特别好 嗯 就是很绅士的那一种 哦 真的 就是人狠话不多 然后对他刚刚好 哈哈哈 简直就是一个小王未念 哎 哈哈哈 哦 合着是那个 他跟你爱人是先认识的吗 不是吧 不是不是 后面认识的 因为我们 对 家庭的那个 嗯 这种幸福的记忆 然后都是他帮我们保留的 哎呦 然后我怀孕的时候 对 然后那个 宝宝出生 嗯 然后到那个 就就就就周岁啊什么的 就都交给他了 对 王方你猜一下哪边是 单纯的爸爸妈妈 哪边是男孩的 嗯 我觉得 红衣服这边是单纯的吧 啊 对对对 是吧 对 对 感觉这边的 他有脸盲症 就是说 我是要参考你爱人和这边形象的 这个参照 嗯 你让他 他判断不了 来请坐 来 怎么做啊 都行 都行 对 你就坐那吧 余树凌峰的做法 这个有人帮你去设计衣服 我会不会一下觉得幸福了很多呀 那当然了 就不用操心了 以前呢 以前不就得各种找嘛 嗯 然后呢也就是尺寸什么的 你也你老得跟人家沟通 然后还要改 然后还要改 要弄啊什么的 现在的话 他就是比较了解我 你是不用去的啊 啊 对对对对对 然后就直接给弄好了 嗯 拍照得来 拍照得来 是是是是 哦照片也是你们给拍啊 哦 对是的 妈呀那我也得去拍一组去 哎没问题 我能不能跟丹臣的儿子拍 哈哈哈 哈哈哈 他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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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老爷 说我都拿掉手了 对这姨嘛是吧 嗯对啊对啊对啊 这个 你第一次认识丹臣的时候 哎 就第一次在荧幕上看到他的时候 你还记得是哪部戏吗 嗯 这事我能说吗 当然可以啊 暴露年龄了 那没关系 丹臣自己知道吗 他都不知道 哦是吗 那你快说说 别跟我说过 我我11岁的时候 嗯 就是那个时候 就是正好也是我那个人生 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节点的时候 嗯 所以我我我我 就我这性格啊 平时不爱表白 嗯 但是我觉得 我看到那部戏以后 某种一样讲 那个时候就改变了我一些东西 嗯 嗯 就是贝奇爸爸上学 嗯 九几年的时候 嗯 98年97年的时候 你为什么那个时候会 对这部戏震动呢 因为那个时候是 我第一部电影 我看的第一部电影 啊真的 真的 那我在辽宁那种小城市 看电影是要学校组织的 嗯 然后我们学校老师 组织我们去看电影 嗯 然后我陪我妹大两年纪 我爸陪着我跟我妹 都去看了这部电影 嗯 然后这部电影就 背起爸爸上学嘛 嗯 然后记得特别清楚 然后 为什么呢 因为97年的时候 我妈妈去世了嘛 嗯 然后我小的时候也是那种 比较贫困的那种孩子 然后但是啊 我爸对我很好 也没有那么困难 但是那个 后来我就说有一次 每一次就是 因为我我妹是学霸 嗯 也知道的啊研究生 嗯 我呢就学艺术啊 但不是学艺术 学艺术不好 都我学艺不好啊 然后我小时候 常编跟别人说 别人说啊你妹学习那么好 你怎么学艺不好 我说那个转勺 嗯 啊那个爸转到我这儿了 你怎么不让我学 对对对 所以我其实某种成长 是我姐的影迷 嗯 然后但是我这个人 是吧 你从来没有 你从来没有 对对对对 所以就是说当时 你是真的要选吗 你跟外面一个人上学吗 没有吧 不是 但是我是选择了 像剧情里的姐姐一样 嗯 就是我没有过多的学习 但更早地投入了社会 然后后来我就觉得 其实我的时候 人生是一种缘分 嗯 就是我小的时候喜欢的人 就其实每人都觉得 我特别开心 因为我做了很多行业 嗯 但是这些行业让我很幸福 我可以为 我人生第一部的电影的女主角 然后去给她 就是做衣服也好 拍照也好 然后她又说我姐 然后不管我结婚 还是我的什么事 我姐又参与 我觉得一般人不敢想 嗯 我觉得她没有我这么幸运 嗯 对 所以邀请我来这的时候 我就会特别 开心 就无比荣幸 我没有想到 真的是有的时候 你会觉得我们这个职业很幸福 就是 真的是你会觉得你某一个角色 或者你演的某一部戏 无心当中就会影响到其他人 嗯 然后可能像她这种 因为我第一次听她说 就是 还能跟我在见面 然后再合作 再一直对我那么好 是的 我觉得真的是当演员 真的挺幸运的 嗯 能被人爱着 我觉得很幸福 真的 当然了 我们更幸福啊 所以有时候就觉着 你看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 我们在采访她的时候 她一说这些事 我还挺感动的 因为这孩子一看 就是吃过苦的孩子 她是那种骨子里的那种 对人的好 然后那种 就她一定是经历了生活的磨难之后 然后呢她的那种善良 那种积极开心 就全部在脸上 因为我看着他们那个小公司 从一个小小的地方 然后在那个 啪啪啪啪啪 搬到了五环 那个边上 离之前你们那个棚好像还不太远 但是特别不好找 然后一直到现在到百字弯这边 然后那个上下两层 然后她的服装 那个分着什么的 就特别多 而且就是 现在不仅仅是我穿他们家的衣服 N多大牌全用他们家的衣服 那也是你先穿 他们才看见的 没有 就是我就觉得 为什么就是说 其实中国有很多 很优秀的这些设计师 或者是有些品牌 我们国货真的是不错 可能她就是缺一个露出 让更多人知道的 这么一个机会 或者是机会 那我就觉得 那国外的设计师 未必也就那么好 那有些大牌说实话 她可能真的就是大牌 但是设计我有时候真看不懂 所以我就觉得 我看到他们是一路怎么过来的 然后我觉得她对这种 她事业的这种追求也好 然后她的那种认真也好 以及她生活当中 就是我没有看见过她 像现在这样 就这么激动的这种 我没有 在我的印象当中 她永远是一个开心 即使她激动 她也会是很隐忍的 她没有像我们 你做演员的人 可能啊我开心了 我感动了就感动 她没有 她一直 所以其实能够想象到 她生活中的样子 就是苦了累了 都往自己肚子里塞 然后给别人什么 都是这种灿烂的 录这样的节目 其实更多的是想让 在路上的孩子们去感受 互相之间的这种 抱团取暖后的这种温暖 第一次 放悲淇巴巴上学的那个 那个剧院 我记得特别清楚 我带的我们其他的学生 都是山里的孩子 赵强也是山里的 我们的小孩 进那个转门的时候 进不去 没有见过转门 不会走 那个记者就拍那个 就这个从转门里头进来出去 就进不了里边 那种着急的样子 但是那群孩子现在 这个昨天还有一个孩子 给我发信息 是老爸 我开了一个小短剧的一个公司 就是专门给各种游客 提供表演 然后给你拍完之后发给你 你自己留个纪念的那种 就是那种小短剧 我特别开心 这批孩子成长 今天特别开心 我觉得单纯这期节目 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朋友 我们还在说 一个是接下来我们准备 我们节目有一个新的想法 就是把我们这个中系 北电这些 一个班一个班的同学 在我们这里聚会 一个班一个班的聚会 然后所以呢 我们特别希望到你们班的时候 你一定要来 好 一定要来 然后待会没事 你给他们班同学弄点衣服啥的 什么 都把我们 支愣起来 对的 一个呢 是我们还想做一点呢 这个彻底的老朋友的聚会 因为现在 过去 我们可能经常会找熟脸 然后接下来我们可能会做发小聚会 就真的是发小 就是我们还是特别希望呢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社会中 留下更多的有真情的 这样的话题 就像他 你看今天这个流露多好啊 来吧何正寅 哎 还有一份礼物要送给 哦 是吗 来来来来 哇天哪 这个百年老店的啊 百年老店的啊 这个是一本相册啊 天哪 哦 天哪 把你 咱们 对 所有 你看 那对这当时我们拍的那些 你在听我的跟我一块减肥吧 哎 好嘞 哇 这是最开始 对 这是最开始 比较早 14年的时候 还有更早的 对有更早的 啊 好美啊 哎呦 哎呦这都是回忆 然后后面的话就是你的家庭篇啦 这还是单身的时候 对 真的 然后这也是 对 她的身材 哎呦那时候我这么瘦啊 天哪 没劈过啊 她的身材我从来我们从来都不动 哦 妈妈 对妈妈的 反正就是她的家庭喜事啊 事业喜事啊 哦 这小滚 哎呀这一本 她是太珍贵了 她是见证我那个幸福的那个 哎呦太美了 真好 太珍贵了这里 我真是 来吧来吧 好开心 哎呀哎哎哎 来来来咱何当勇 来 哎 这里是天津卫视大性感恩互动谈话节目 你看谁来了的演播现场 感谢大家对严丹辰女士的支持 也特别希望呢 每周六晚上同一时间来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 感谢各位 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好 你看谁来了 迎来大来宾 著名作曲家 由原来我年轻的时候 志在彼得词曲编唱录都可以 慢慢都慢慢消解到最后 就专业作曲 就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 首帝作客你看谁来了 又会有哪三位好友 将为他惊喜而来 天才艺术家 使得歌都流传嘛 从一开始从一而终 你看谁来了 下期嘉宾苏南